欢迎收看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美国国家电视台的全球新闻 我是黄荣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执法部门官员昨日表示 华盛顿特区的多个政府机构 于26日发现可疑包裹 包裹内含有大量的可疑成分 其中部分成分已经被证实为黑火药 并且包裹内还附有引线 联邦调查局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第一个包裹是26日早晨 在位于麦克奈尔堡的国防大学发现的 其他包裹出现在中情局的邮件分解中心 华盛顿郊区的一处白宫邮件分解中心 弗吉尼亚州达尔格伦的一个美国海军设施等地 执法部门官员说 这些包裹是通过邮寄传递的 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安德鲁·埃姆斯说 在接到多个政府设施 关于可疑包裹的报告后 联邦调查局3月26日作出反应 除了华盛顿特区的几个政府机构 出现包裹的地方还包括 哥林比亚特区西南部的麦克奈尔堡 和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贝尔沃堡 这两处都是美国陆军设施 有报道称 在麦克奈尔堡 一个可疑包裹在美国东部时间 26日上午8点30分送到 据该基地一名发言人说 随后官员们从建筑物内撤离 大约4小时后 美国陆军爆炸物处理部队证实 该包裹中检测出爆炸物残留 并且断定包裹内附有引线 美国国防部说 他们正在跟踪向华盛顿特区的 多个军政设施所在地投地的可疑包裹 陆军中校米歇尔·巴尔丹扎说 该事件正在调查之中 国防部正将所有调查情况 提交给联邦调查局 陆军发言人迈克尔·霍华德说 贝尔沃堡的一个炸弹处置部门证实 贝尔沃堡收到的包裹 对黑火药残留物的检测 结果是呈阳性的 联邦调查局正在检查这些包裹 看他们是不是同一人或同一伙人所为 并确定他们是有效的装置 或者是看起来像真包裹的恶作剧 一名执法官员说 目前一共发现了超过10件可疑包裹 内部含有黑火药 但都十分简陋 如果引爆可能也不会致命 对于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来说 这个三月显得格外漫长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信息泄露事件尚未平息 最近又有消息爆出 Facebook涉嫌秘密收集 安卓用户通话资料的丑闻 社交网站脸书的5000万用户个人资料外写分波还没有平息 就在创办人扎克伯格周日与九份营美大报登报向用户道歉的同一天 公司又被揭发自2015年起收集安卓手机的脸书用户通话及短讯记录 包括通话对象及时间等资料 这一消息被曝光之后 使脸书陷入新一波的公关灾难 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 早前被揭发违规收集脸书用户数据 影响美国总统选举 脸书被批评保障用户不利 最近又有多名安卓手机用户表示 当翻查脸书向他们收集的资料时 发现其中包括2015年以来的通话记录 其中包括联络人的姓名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及短讯都记录在内 脸书对此解释数据是用于脸书messenger的联络人排序 目的是改善推荐显示脸书朋友的方法 也令用户更容易找到想要联络的人 该功能在2015年在脸书的messenger首度引进 然后加进于脸书的精简版之中 脸书又强调收集用户的通话及短讯资料等功能 其实用户可以自行关闭 在收集资料之前也会征求安卓用户的同意 之后将资料安全的储存到保安严密的服务器当中 绝对不会将资料对外出售或分享于第三方程序 一项路透IPSOS举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到目前为止只有41%的美国人信任脸书会遵守美国的隐私法力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非正式访问 双方就国际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在从3月25日至28日的访问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 会谈中在互质问候回顾了两国长久以来良好的关系发展过程 并重申了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后 双方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 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 朝方为此做出了重要努力 中国对此表示赞赏 在半岛问题上 中国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中国呼吁各方支持半岛南北双方改善关系 共同为劝和促谈做出切实努力 中方愿在半岛问题上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从包括朝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努力 共同推动半岛形势走向缓和 金正恩表示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朝鲜主动采取了措施缓和紧张局势 提出了和平对话建议 按照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疑讯 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是朝鲜始终不变的立场 朝鲜决心将南北关系转变为和解合作的关系 举办南北首脑会晤 并愿意从美国对话举行朝美首脑会晤 如果朝鲜和美国以善意回应朝鲜的努力 营造和平稳定的氛围 为实现和平采取阶段性同步的措施 半岛无核化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在这一过程中 朝鲜希望同中国加强战略沟通 共同维护协商对话势头和半岛和平稳定 金正恩还说 在朝鲜半岛形势空前巨变的情况下 其本着推动半岛和平稳定 继承和发展朝中友谊的良好愿望 对中国进行了快速访问 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 表达了金正恩继承朝中友好传统 珍视朝中友谊的心意 中国媒体此前没有发布任何相关消息 直到金正恩离开中国国境后 才由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了消息 而国外媒体此前已经报道了 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 还有人拍到了金正恩车队通过长安街 和其专列进入北京的视频 从视频上看 车队锁到之处被全面封锁 甚至相隔较远的街道都被管控 街上布满警力 但此消息在新华社报道之前 没有得到中国官方证实 有目击者称 北京火车站曾经出现中国国宾护卫队 在列队迎接 这是国家元首级的接待阵容 之后护卫队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朝鲜历代领导人出国访问 都有乘坐专列的习惯 而当天北京火车站出现的神秘列车 也与2011年金正日访问北京时 乘坐的专列极为相似 同时 北京铁路局发布通告 北京地区多趟列车晚点 但没有说明原因 来看看加州方面的新闻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3月27日举行招待会 庆祝国庆46周年 美国国家电视台台长王莲参加了本次招待会 并借此机会与各国使节广泛交流 孟加拉族是南亚四大陆古老民族之一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72年1月 属南亚国家与中国比邻 孟加拉国总领事萨哈接受了本台采访 这孟加拉国总领事萨哈接受了本台采访 当天近200人参加了招待会 日本缅练以及欧美国家驻洛杉矶领事馆人员 也参加了招待会 这个活动是孟加拉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庆典 我们日本跟孟加拉国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也就注重这种关系 本台记者在现场见到了大家熟悉的 前洛杉矶县警察局局长李贝卡和夫人陈宁岁 李贝卡很高兴地接受了采访 向久违的华人民众问好 曾担任美国加州喜瑞都市市长的 黄锦波是美国首位华裔市长 我是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当市长 当了市任了十多年 我的城市的名字在洛杉矶县的水里头市 在当天活动中 孟加拉国的艺术家们表演了 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音乐节目 为活动添加了喜庆的气氛 美国国家电视台南加州采访报道 长荣航空14日宣布将于7月1日开辟台北青迈直飞航线 每天一班提供前往太北的旅客最便利的飞航服务 即日起开始接受定位 长荣航空台北青迈航线将以A321-200机型飞航 提供184个座位数 分别为8个商务舱 176个经济舱 每日飞航班机起降时间为BR257航班 台北早上7点25分起飞 上午10点25分抵达青迈 BR258航班 青迈早上11点30分起飞 下午16点45分抵达台北 长荣航空表示 青迈是位于泰北的泰国第二大城市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生活步调和缓悠闲清静 曾名列旅游杂志Trip Advisor票选为 世界25大最佳旅游地 也名列过Travel and Leisure十大旅游城市 是欧美北宝客最喜爱的旅游胜地之一 近年逐渐受到台湾民众的青睐 该航线的开辟 除了方便台湾民众前往青迈之外 也将配合每周82班的北美航线 拓展北美来台转机前往太北的客源 青迈具有多元丰富的旅游资源 无论跟团前往参访景点 穿越丛林体验大自然的行程 或是三五好友自由行前往散心放空 享受在高尔夫球场挥甘的乐趣 在台北青迈航线直飞后 青迈将成为台湾民众 今年暑假最热门的出访航店之一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王福明 洛杉矶报道 享誉加州的飞达学院 多年来一直坚持培养学生得智体 全面发展的理念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卓有成效 位于尔湾的飞达学院分校 日前在其大教堂 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支持夏勒伯竞选联邦众议员的募款活动 飞达学院师生以实际行动 感谢夏勒伯在其担任加州联邦众议员领袖期间 一直为包括学生在内的全加州华人 争取最大权益 IBMX跟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互动 因为在教育领域方面 Senator Hoff在他从政的12年 作为加州的参众议员12年里面 他是以教育改革教育 在我们华人社区是非常著名的 活动的当天正值中国农历新春之际 竞选联邦众议员的夏勒伯 还亲临现场与师生们互动 在一一回答师生们的提问后 还不忘记用中文 向大家致意节日的问候 本次募款活动 是学生和家长们出于感恩之心 自己成立了金城青年俱乐部而发起的 同时也说明 飞达学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坚持培养学生得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 是行之有效的 今天这场这个义工活动呢 其实是由孩子们自己组织 自己设计的 那里边的这个成员呢 有九年级的大概十四岁的孩子 到十六岁的孩子 为他们这个大学申请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从而小孩也得到很好的锻炼 让他们知道说这个 他们在美国的这个幸福生活来得不容易 他们学会感恩父母 知道这个社会责任感 让他们成为有理想 有这种追求的年轻人 Bob Hoff对我们华人社区真的是贡献非常大 为我们孩子给我们鼓励 给我们这个飞达学院的孩子发 就是社区服务奖 就是两三年以前一直都在做这种 就是有利用我们孩子 给我们孩子鼓励的工作 参加了TUC以后 不仅让我了解了许多政治理念 还让我参加了许多活动 锻炼了我的领导能力 让我成长了许多 飞达学院是一所非常有着自己经营特色的学校 它在独创的赛达训练方面 有着独特的方法和经验 以及完善的人格培训 据悉 飞达学院多年来造就95%以上的学生 被全美前50名的学校录取 更重要的是 飞达学院不仅教书 更在于语人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 王福明 洛杉矶报道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国老百姓一辈子为之忙碌 为之奔波 也是生活的念想 如今柴已经被更高端的天然气 液化气 煤等代替 但几千年下来 喝茶这一生活习惯 一直在这个古老的民族当中延续着 为了让欧美民众也能充分享用中国的特有名茶 福建南福集团董事长刘正梅 日前亲自抵达洛杉矶召开记者会 宣传福建南福集团天福商牌 各类有机生产的优质名茶 属于海上天福福贺仙都 百里花浪自美玉的宁德市 为以福建省东北裔沿海 东陵东海 以台湾各海相望 西岭南平 南极省会福州市北极之江 是福建里长三角和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 宁德市以丘陵山地为主 沿海为小平原 中亚二代海洋季风造就了宁德独特的气候环境 物场丰富 尤其是福建南福集团的原生带种植的茶叶名养全球 福建南福集团的农服产品不但推成初心 深山骑舌错额力 峡谷咸眼茶味香 南福集团特制的天福山一春茶和茉莉花茶 早在2010年上海市博会上荣获棉油茶金奖 以前人家对有机茶没有什么概念 现在有机茶是人家认可的 然后为什么我们的有机茶在成为部门检测 520多项我们全部合格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我们的茶园你随便哪一个检测部门到我们的几千某的茶园随便抽个茶园 然后再抽样 那些检测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不是讲我们自己送样 都是他到我们茶园去 检测个茶叶来检测 董事长刘正梅还自豪地告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福建南福集团所辖的食品公司 已拥有成套精良的茶叶机械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力量 高质量的产品也远消至世界100多国家和地区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王福明 上个周末近9年来北美票房首个五连贯得主黑豹 Black Panda终于让出了冠军宝座 最终周末上映的新片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Pacific Rim Uprising 荣登榜首位置 由环球影业周末新推出的可幻动作片 环太平洋雷霆再起 Pacific Rim Uprising 以约2800万美元 荣升最新一期北美票房排行榜冠军 该片在影评网Cinema School上的得分为币 而这些相比一个多月以前电影黑豹所创下的 首周末票房成绩 对于这部斥资1.5亿美元打造的环太平洋2来说 其开化表现被业界认为并不出彩 该片是2013年出品的环太平洋的续席 演员阵容方面仍然颇为强大 影片的后期制作也受到不少影迷的欢迎 目前该片的全球累计票房为1.5亿美元 看来影片在北美以外的市场表现更为强劲 首映一个多月以来一直连续称霸票房榜的动作冒险片黑豹Black Panther 上周末入账1665万美元 票房跌幅37% 退居本期榜单亚军位置 而作为美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超级英雄电影 黑豹目前全球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了12亿美元 世门影业和罗德塞德电影公司发行的超乎想象 I can only imagine 周末三天入账1383万美元排名第三位 派拉蒙影业发行的动画喜剧片 吉诺密欧与朱利叶2 夏洛克诺尔摩斯 Sherlock Norms排名第四 周末三天入账1060万美元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发行的古墓丽影 原起之战Tomb Raider 周末以1043万美元排名第五 上周末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大导演索德伯格的失心病狂Alcane 该片在北美影评人那里得到的好评高达78% 且发行规模也达到2023家影院 但可惜的是 影片几乎无人问津 影院空荡荡 周末只以385万美元的进账 排在票房榜的第11名 以目前的票房态势来看 影片几乎要迎接全赔的窘境 上周末北美电影市场 虽然各类型影片接连登场 但完全没有改变春季党烂片如云的情况 总票房只有1.28亿美元 比之前一周再次下跌了2.9% 带您一起来关心一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英国脸书丑闻爆料人接受英方质询 人民币汇率创2015年汇率改革新高 新闻观察 中国多城市构筑人才高地 最近美国社交网络公司脸书 爆出5000万用户数据泄露的丑闻 脸书陷入到空前的危机当中 并可能会被处以巨额的罚款 脸书丑闻的爆料人 也是剑桥分析公司的前雇员 昨天在英国议会委员会接受质询 克里斯托夫维利是这次脸书数据泄露丑闻的爆料人 而他所说的这家公司不是脸书 而是丑闻的另一个主角剑桥分析公司 剑桥分析公司被媒体曝光 以不正当方式获取了超过50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 媒体曝光称 这家公司受雇于特朗普竞选团队 通过获取私人信息 提供工具辨别用户性格喜好 从而推送广告影响这些美国选举人的行为 剑桥分析公司这几年一直活跃在大小选举和公投活动中 公司宣传自己的数据驱动竞选宣传策略 能帮助客户赢得选举 此外 克里斯也曾为英国脱欧推波助澜 2016年 英国宣传公投脱欧期间 英国脱欧团体投票脱欧 曾向加拿大数据公司AIQ购买信息 这家公司与剑桥分析公司关系紧密 除此以外 维利还爆料称剑桥分析公司曾在尼日利亚大选期间 利用以色列的一家公司窃取当时的候选人 现任总统布哈里的私人信息 包括他的病例和私人邮件等 但维利没有说明具体用途 由于美元指数持续下挫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昨天持续走高 昨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大幅调升377个基点 报6.2816元再创2015年8月11号以来的新高 在江苏一家生产小家电的公司 有八成以上的产品出口北美和欧洲 由于去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 使得这样的进出口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数据显示 该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 然而实际营业利润却同比下降29.4% 利润下降的主因就是人民币汇兑损失的1.5亿元 那么今年以来那就更快了 那这一会的话 我们去年就国庆就到现在的这个整个季度汇 全部损失掉了 这个非常大 现在该公司在布局上做了调整 将国内份额从20%提升到40% 来规避未来人民币双向波动带来的影响 专家表示 企业可以通过金融对冲工具和自身财务管理 来应对汇率波动 而对于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原料 交通运输服务业 以及海外出境游来说 人民币升值则带来了明显的利好 记者了解到出境游的中国游客 会青睐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的境外国家和地区 数据显示 人民币对菲律宾比索 斯里兰卡卢比 港元以12.5% 11.4% 9.6%的升值幅度排名前三 人民币对美元以9%的升值幅度位居第五 因为汇率的利好 消费者在境外的消费应该说 性价比更加高了 因为从业内人士来看 我们在当地采购一些地阶的资源 酒店的资源 应该说成本更低了 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一万三千零五十一万人次 同比增长百分之七 尤其是下半年人民币进入快速升值通道后 出境游人数和支出也不断增加 随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旅游成本降低 更多的游客已经把旅游品质放在第一位 近来北京 广州 深圳 杭州 武汉 成都 郑州 合肥 南京等多个城市 都出台了人才新政 构筑人才高地 在各地的人才政策中 吸引海外人才成为重头戏 26号 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出台 释放出要在人才高地上建高峰的明确信号 未来上海将在光子科学 生命科学 新能源 新材料等13个重点领域 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在上海创业 赋予高峰人才用人权 用才权 内部机构设置权 并从住房 养老 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上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 对我们所选的高峰人才来看 我们是一能一个方案 一个团队 一个方案 在上海营造一个不拼重金拼环境 不重刑事 重时效的这么一个工作理念 想要慈禧人才的不只有上海 在杭州 外国人才可享受七项出入境便利政策 创业资助最高可达一亿元 优秀外国留学生毕业后 可直接在行就业并享受相应的补贴等 南京放宽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证规定 梳理各地人才引进政策 根据各自发展定位和特点 定向抛出橄榄枝成为一大特点 为打造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南京对高层次人才提供可申领不少于300万元的购房补贴 日前公布的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事行显示 根据首都的定位 重点招揽千人计划和海剧工程的中国籍入选专家 文化创意人才 体育人才 国际交往的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等 分析指出 城市之间的人才大战升温的背后 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 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活力 实际上不仅增速换党 去就预心需要人才要素的支撑 而且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也要求人才均衡分布 这也成为各地通过优惠政策招揽人才的根本原因 家中冰球文化交流协会 为冰球运动员组建了华人自己的球队 策划组织了冰球文化交流活动 以及归国赛事 努力为冰球事业做出贡献 在多伦多冰球红队 组织召集新队员选拔赛的同时 热心的家长志愿者们 成立的家中冰球文化交流协会 也在努力为中家冰球事业做出贡献 家中冰球文化交流协会 为多伦多乃至整个北美地区的 06到07年的冰球小运动员们 组建了华人自己的球队 父母很努力 父母是中国冰球的父母很狠狠 他们狠狠 他们一直练习他们 但我为了教育 那就是我希望 如果我有父母 who are motivated who are training their kids 那我会把那些精彩的球员 然后我会把他们变成游戏球员 所以我为了我 这就完美了 此外协会还策划组织了冰球文化交流活动 以及归国赛事 华裔社区群众们很欣慰地看到了 多伦多本土华裔运动员 对祖国有更多了解以后 萌生的热爱和自豪 并通过交流 向加拿大冰球界展现了祖国的强大 和中国冰球的勃勃生机 参加协会基本都是志愿者 冰球爸爸妈妈们 感谢过去一年 所有给予支持和参与的 华裔冰球运动员家庭 并诚挚地邀请大家 共同参与 未来的多伦多红队活动与发展 我的孩子是07年的 现在是YXR AAA的队员 然后呢 因为认识了几个妈妈 他们很热心在organize这些 然后就跟着过来triot 然后让我的孩子多认识点 更多的中国孩子 在组建冰球队后短短一年中 协会组织并参加了联邦政府的 亚裔文化活动乐之冰球之夜 用冰球缔结友谊 搭建起家中文化交流的桥梁 以整队完全华人面孔 挤身于冰球抢手之林 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和期待 此外 协会还率队回京参加了 昆仑红星杯国际邀请赛 以全胜战绩 荣获了优十二组冠军 为国内冰球界传播来自北美的冰球文化 最后 2022年冬奥会临近 中国冰球迅猛发展 两国政府给予了空前支持和重视 但现状是中国冰球跟世界先进水平 还有一定差距 国家需要大量的冰球人才 而多伦多红队活跃在加拿大 乃至整个北美地区各个年龄段的 华人青少年冰球队员们 接受了最高水平的训练和学习 并准备好在将来为之奋斗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现在除了31点舞台的收看方式 您还可以通过登录到YouTube网站 搜索USNational TV 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龙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